那怎么还可以送礼物的呀,这个软件 哎,你们送礼物是需要充值的吗 你小子在哪里,我小子在宁波呢 我在拍戏 现在在组里,然后今天刚拍完 呃,刚回酒店,这是酒店的 吃午饭了吗,还没呢 吃个早饭吧,然后你已经点过了,等一下就去吃饭 还挺饿的 内地一共有几场演唱会,是吧,我算一下 呃,最起码得有个十五场 啊 内地的话,怎么着也最低是十五场起步了 十五场啊 嗯,十五场的话,大家还是就是 看,看下钱包里的余额 啊,因为十五场票都买的话,可能买不起的 尤其是有点贵的,十五场都买 十五场,哈哈 十五场演唱会 可能就到这后面,其实大家都是 哎呀,算了,懒得看了 都是那种,哎呀,算了 又又又要看见他们 算了算了,看得太勤了 不想去看了,知道吧 对,内地基本上起码十场以上的 哟,是不是 哼哼哼哼哼 啊 听说这个泰国票卖光了 这么厉害 可以,那就泰国键吧 先,然后的话 等从那个海外 海外这边回来 直接就是十五到二十场左右吧 就是从每天二十小时连轴开到 四月二十四号 的零点 一分钟都不再停 就每天饭也不用吃 就是二十小时都在台上站着 十五到二十场吧 每天开 你们最近都干啥呢 我一直看着这个动画都看不见你们发弹幕 你们要不 你们要不那个礼物先停一下 哈哈哈哈 留张V我500了吗 没呢 小子 台上骗我 怎么关掉 哦,是可以关的吗 我看一下 哦,礼物特效关闭 弹幕开关 开启 差点把弹幕关了 啊,可以了可以了 哎,舒服舒服 什么时候和林默直播王者 其实我们那天回家 有一天 什么时候 反正有一天回家 晚上都已经十一点了 我俩还想播一下来着 但因为那个这个FC的功能 确实是播那个王者 还有点吃礼 就要分屏的嘛 他那个技术还有点难弄 然后那天就是也没播 本来我俩都挺想给大家播一下的 对 口红什么色号 没涂口红你信吗 真的没涂口红 涂了润唇 拔牙疼吗 拔牙的话 我去年是拔过一次智齿的 你知道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我 因为智齿这个东西 它是有的人有 有的人是没有的 然后我一直都以为我没有智齿 直到我那次去看牙 我之前带过那个钢牙嘛 然后我去做那个保质器 所以咬那个牙的模型 他看我的牙里面 就是大牙里面的时候 他说他看到了一个牙胚 就看到了一个智齿的 要长出来的一个牙胚 然后我自己也能 当时也能舔得到的 就可能就这么一点点 冒出来一点点尖 然后他就说你是得拔呀 我说啊我还有智齿 然后他就要带我去照一个片子 来看你这个 一共有多少个牙胚 他是能看出来你 大概是就是要 要会长几个智齿的 然后我有两颗智齿 我当时冒出来的一颗 还有一颗 当时那个 这也是在左 嗯 我在左边还是右边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在左边吧 左边的上面 然后冒出来一点 拍了一个片子 说下面也会有 然后一共有两个智齿 然后拔那个智齿的时候 舔着就感觉很小一颗 然后他打完那个麻药 拔出来巨大一颗 我当时 我记得我还拍了个照吧 我当时 然后直接 就是拔掉了那颗 但就是输麻药的时候 会有一点疼 拔的时候基本没什么感觉 林沫说我阴阳怪系的还是真的吗 什么时候阴阳怪系过林沫啊 说的朋友圈 这两天他在朋友圈发了一首歌 那这两天的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 对 那个歌 是个合唱的歌 反正他也在里面 我之前没听过那首歌 我就直接在那个底下评论 我说 我说 我说你 你唱的歌就是好听 他说 因为他那个文案写的是 这首歌过了这么久 都还是觉得很好听 我说 只要是你唱的歌 他都好听 然后就说 你都没听 你都不知道这歌里面 到底有没有我 你就说好听 然后反正 我就在那个朋友圈底下 夸他唱歌 瘦了吗 真的假的 还可以 最近 就是有的时候 早上 比如说今天我早上起来去拍戏 就是会肿 基本上 特别逗 就是我还在跟那个 监气前有个制片人 我还问他 就是我们拍了几条 大概那一段戏 拍了三个take 然后第一个take是一个样子 第二个take 肉眼可见的在销中 第三个take又肉眼可见的销中 就是一条比一条销 一条比一条销那样 看看胸肌 你看不了一点 看什么玩意儿 看胸肌 看不了一点 我给你看吧 来胸肌 看到吧 有谁是 哎 不是 AKV有500了吗 没有 也爱为营杀青了吗 没呢 还没 哎 其实我还挺亲爱去泰国的 这次就是过年期间看到很多人都去泰国玩嘛 然后我没去过泰国 我也不知道他那边好不好玩 这次等于说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去泰国 也是 成团之后 第一次和泰国的粉丝会有见面的机会 说实话真的还挺期待的 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去泰国 录点东西肯定要录呀肯定都开演唱会了能不录吗肯定得录点东西吧那测拍什么的全场都会跟着呢 我还在想就是到了泰国之后 比如说泰国的粉丝要是问我我们一点什么东西万一有听不懂的或者是怎么样怎么办我还在想比如在台上的时候我幻想那个画面就是就是嗯比如说他他们也有机会拿着话筒问我们点问题 然后我听不懂会怎么办 对有小九和派派啊确实是 幸好有他俩 祝你生日快乐好的祝你生日快乐 今晚看比赛吗什么比赛 今天晚上是什么比赛 高考去不了演唱会那那应该的你好好那个备战高考呀还是高考可太重要了朋友高考不比演唱会重要啊你好好高考把那个学先考上了以后再说嘛 五点钟狼队是吧行我知道他们打谁啊今天 也不知道狼队之前打谁呢 也不知道狼队之前打谁呢 KST 呦 哎呦 要打金羽了呀 他们那个狼队以前有一个打野转会到了快小吗 呃看来今天是这个和老朋友的一起那个一战呀 讲讲宁采臣吧宁采臣呃今天晚上不是就播了吗 今天晚上就能看到宁采臣了然后宁采臣 就是当时在超越班呃演的一个角色 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你们见我也不跟你们透 他见我也不跟你们透太多但反正他那个那场戏还是有一些动线的 然后有一个地方是我摔倒 因为他那个场景就是我我我我我假装他那个是在颤抖的那个场景 然后我当时是摔到了摔到了脚就是就是脚的外外侧那有一个地方 反正然后到现在都还还疼 但是也没有很重啊没有很重不是不是受伤也不算受伤他就是就是有点疼 倒也不算受伤也没有影响你包括你看后来我不是还该跳舞什么的都还是跳吗 这也也都还好没有说影响太大但是就是会那地方就一直有感觉 说这个高考来不及去演唱会然后我说以后再说你就说哎我是不是有眼屎啊 是不是我怎么看到一个白色东西 哎还有吗还是光打的呀这个是 哎怎么弄不掉啊 啊不是啊就是光哎呦我就是眼里有光吗哈哈哈哈哎哎哎啊 好的我知道了啊我就说我们不应该我就没觉得啊 嗯 哎说回刚才那个说说以后就没有int one了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辈子就上一次大学啊 你有没有想过这辈子你就有这一次机会考上你想想想想那个理想的大学呢 这个不比不比这个重要吗肯定还是要好好考试啊对不对 你这辈子就就一次高考 你不说我们以后这个团怎么样 那我们十一个人不都还在吗对不对 想看我们了再来看呗你肯定还是自己前途和学业这次重要 和陆姐的抖音什么就发我俩那天本来是想拍的 我们俩那天本来在街边有那个两个那个共享单车 我们本来想拍那个那个兰博基尼的那个说唱就马斯维的那个抖音 结果那天就是现场他旁边有很多围观的人 然后就我们都觉得哎挺尴尬的要不算了下一次吧本来想拍的 但后来也没拍 人太多了有点公开处刑的感觉 结果就昨天昨天我看到你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的就是 他们两个在一个人很多的地方拍那个什么小吃街的一个景 然后是有点就是反正什么就是那个 帝哥帮陆姐解围的一场戏特别逗人贼多 然后我就刷到他们两个现场那个视频贼好像 每天都是那种很多很多人围观的那种 国内演唱会几场我刚才算了一下其实我觉得大概应该在19场左右啊 19场左右啊 热量应该还是还还好的可能基本上到后面大家就也不想去看了就是看腻了知道吧 19场就尖起来啊今天他们有演唱会明天啊明天也有啊算了我们后天看吧哎算大会 哎算下周再看吧下周 就这样知道吧 哈哈哈哈 就是到时候也也不觉得哎演唱会是一个很很很稀奇很珍贵很稀有的东西吗没有啊就每天都有哎你你约朋友一起去看哎你今天有空吗啊你今天没空OK我们明天去看吧啊他明天没空啊OK我们下周去看吧啊下周他出差啊那等他出差回来再去看吧对这样知道吧 反正每天都开知道吧 流查 一个多月了哎快哎两个 弄妆打理一下的话就很长你看这两边里面都是那种他拿发胶酱给收回去了 然后上面头发现在完全放下基本上也到这里了 对我是打算把头发留到差不多膝盖那个位置 知道吧 我是想把头发留到膝盖以下 我觉得那个长度我还挺喜欢的 就是 哎我想想留一下我不知道要留到几岁呢可能留到留到30岁了吧 可能到时候已经青春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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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到那个长度 还说不许留头发 我就留我留哎我还不紧我要留我留到我留到脚踝 哎 剃光 行剃光头 其实也不是不行吧 嗯 先先留到脚踝 然后再把头发剃光 整个流程下来 或者说 先剃光再留 还是先留再剃光 比较好 整个流程下来可能 我们完成这项心愿的时候 我已经差不多 步入中年 大概在中中年的一个一个阶段 就可能已经进入更年期 希望到时候你们还在啊 希望到时候你们 就你们陪陪我到那一天 我们一起 约定好步入更年期 咱我就喜欢这约定 咱约好了一起更年期好不好 不是现在还有这考学的吗 还有高考的 还有可能再小一点的朋友 啊 咱们一起就是到白头发差不多 啊基本上是 我觉得挺好的 是吧 哎 你们你们都是年龄是比我大一点 还比我小的呀 我来我来做一个 问卷调查吧 年龄比我大的扣1 年龄比我小的扣2 我看一下 我我感觉应该是年龄比我小的比较多 嗯 果然应该是二比较多吧 呦 还 还 还都差不多 怎么还扣6的呀 你扣6什么意思啊 哈哈 和我一样的和我一样的就就一样嘛 和我一样的就不用抠了 哦还有中考的中考的肯定是比我小的呀 中考顺利啊刚才说那个要中考的 咳咳 膝盖啊 膝盖是有点 膝盖是旧伤了 这个膝盖的伤是 呃 什么时候有的呀 膝盖的伤差不多 比较严重的应该是 去年的时候 去年我不是有一段时间一直在 就是做一些舞蹈的翻跳吗 然后那段时间 大概一周我会练好一支舞 然后练的强度比较强 那会儿也不是说为了排练去训练什么的 那会儿我就是拍舞蹈的视频给大家看嘛 记不记得 就是帅哥跳舞的那些嘛 然后 跳到 跳到suffer那支舞的时候 膝盖就不太行了 哦 就拍那个视频的时候 那个地方应该已经磨损的比较严重了 就开始疼了 疼的还挺厉害的 那会儿 然后我就去 就所以后来就没怎么再跳了 我去拍了个和词 然后拍了就去看一下那个膝盖 然后反正 后来就是也没有说强度很大 再跳过舞 也是直到前一段时间 我们去苏州之前排练 才又开始 有强度的训练嘛 然后当时就是 还是就是有点旧伤的那个地方 然后后来的一段也还好 整场眼上会 我也都是带着一个很紧很紧的一个呼吸 在 在跳的 然后平时就是 我没事你们放心好了 我会照顾的 我会照顾好的 嗯 什么时候杀星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杀星啊 我也不知道 苏州这场音乐会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挺好的 说实话最大感觉就是冷 太冷了兄弟 真的冷 站你们站的也累是吧 你们站的肯定得比我们久呀 你们从应该是从 天还亮的时候就得入场吧 等一下啊 我我可能会 卡一下等我一下 哎好了 不是我我我没事没事 没事 刚才切出去了一下 哎 哎 我说实话后面啊就是 或者是 那个去泰国的也好 或者后面 在我别的见面的时候 你们如果还是有那种想看的造型 就比如说 颜色头发的颜色呀 或者是 呃发型 或者是 包括妆容上面 因为 因为 说实话 我已经挺久没有 就是 我我们都挺久没有说 这么这么这么多舞台 所以 也对舞台的这种装造 都有点陌生了 我都 之前在营里的时候 每一次都会设计一下 你们如果还有想看的那种 就是 我也我也 当然我也不是一定 可能会弄啊 有的也可能也不太好搞 就反正 也有机会看一下你们想看什么吧 你们还是把它放到评论 评论区里面那种就是 这种造型上面的 衣服这些就算了 衣服这些肯定到时候都是要定好的 就是发型发色 包括妆容等等 有没有一些想法 我也尽量满足 就是 尽量尽量 整说尽量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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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想過把頭髮搞成綠色,說實話 我真的沒開玩笑,真的,我有想 我覺得還挺帥的,你知道嗎,就是那種綠色 但他們說不太吉利嘛,就是 就是,反正我覺得挺帥的,我也沒想太多 其實想想啊,我們就,我們現在就是純聊天,知道吧,閒聊 就是,就是不要,不要就是聊得太,太起勁啊,就是 落一落,好吧 穿裙子,哈哈,哈哈,我真服你們了,什麼呀 以後怎麼直播,以後還是直播嗎 對啊,而且以後也不一定就沒有FC這個東西了,以後可能也會有吧 萬一有呢,反正肯定還是,還是要有一個機會和大家見面的 肯定還是要有一個地方 不會說這個,就是,解散了,就完全就是,以後不直播了,怎麼樣 不會的,還是會,還是會和大家見的,知道嗎 嗯,不行就微博嘛,不過肯定,肯定還是會直播的 比如說有時候真的挺閒的,真的,真沒事 有時候又裝髮了,那就可能就跟大家播了 又不是直接就消失了 欸,素顏直播,其實我也有時候想,但是真是怕 有時候可能和裝髮的這種差距太大 真的,素顏其實也沒有很好看 嗯,後面看看吧 我不知道,我就覺得 不知道,反正對自己素顏也沒有特別有自信 看情況吧,看情況吧 頭髮現在放下其實還挺長的 對,素顏的話肯定就是那種順,順毛嘛 對,素顏的話肯定就是那種順,順毛嘛 就是,就頭髮很眉型,可能也很撇 然後,也不會很白,也不會,你知道嗎 也不會看起來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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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理過 Male beard看,但是我覺得,這個 alcance 有機會試一下 嗯,ommen WILL 如果 경우著 laten оде 一会儿干嘛 一会儿约了 帝哥在王者峡谷 吃成 然后吃口饭吧 留个狼尾如何 其实我现在这个后面留的就挺长的了 就已经不短了 后面 以前后面是完全就是收进去没有头发的 最近已经整体都留长很多了 书中店白色衣服是自己画的吗 是呀 黑呀 今天晚上可以看一下那个 超越版 有团中吗 可以 不知道呀 兄弟 问公司吧 我们都是一些听吩咐的孩子 这事我也说不准 等会儿FC发个字牌 来 你们直接先截 1 2 这当我拍了啊 三 哦你们是哦你们有那个警告的是吧 什么那每次我直播结束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是能在别的平台上面看到FC直播的回放也很奇怪的 是不是还是你们还是会违规的去结这个图呢 反正我摆了 哎呀 等一下我有个闹钟 啊 是不是啊 我怎么有的时候还是能我怎么有的时候还是能看见的 我差不多是得撤了朋友 不是要看自拍那这样的话也就当你们看了只不过没有办法留下这个图 但是你们也能看到对不对我如果自拍的话大概也就是这样 没有那么多pose就是这几个 我看你们的弹幕真的想笑 我觉得你们也挺有意思的 差不多真的撤了我也得吃口饭呀朋友 好饿呀 好饿呀 点费到了 我告诉你们 我说要打费到我 你还要打费到我 我说我打费到我 我打费到我 你还要打费到我 那我说我打费到我 对,然后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我想想,我感觉我跟个家长似的。 你们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行。 都催我去吃饭,好,那我吃饭去。 好,我都看到,照顾好自己身体,然后去吃饭,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 这个又再播一次,好的,没问题。 好,我知道了,撤楼。 拜拜。